最不好就是那些電子傳媒沒有來 我們就是和CY上國民教育的第一課 就是民無信不立 是不是 他的屁股出賣了他 穿了一個大話 一個蓋一個 我們看到自從他大話被揭穿之後 他對商界的傾斜是越來越清楚 現在樓市又升高了 他曲手無策 我們那個說法就很簡單 他一天繼續在那裡 那些有錢人那些大陸的紅色財團 就會問他拿著數 香港人就很慘 所以他應該快點走 不要再害我們 他大話 浪蓋浪 是不是一起害香港 這件事是不可以再… 因為很簡單 在立法會裡那四十多票說 即是他沒有說謊 說謊都應該繼續做特首 那四十多個人 現在一天都在拿著數 包括民建原創 還有變制派 自由裝作 你現在說標準公事 立即發聲 最低公司都不會發聲 那你說林建峰為何這麼有信心 因為他知道CY欠了他的情 你明白我所說的嗎 CY現在聲音也不敢聲 曾蔭平平也說… 雖然現在是吃鮑魚 他也說我任內一定立法 立了 現在CY說明會做標準公事立法 現在沒有了 老實說,過去12月遙距不死的人 現在不是拿著數,對吧 這是很清楚的 所以他留在這裡不僅是會令到 聖文仔不知說謊是錯的 也會令到大人因為他要政治仇良 因為要報答別人不殺之恩 而令到官商後面更嚴重 除了由此外任務 是計劃下一個民族是最重要的 但我認為泛民主派不應該再跟CY來往 如果跟CY來往 就透過公務員常備就可以了 即是他的政府已經沒有公信力 我們要監察公務員 是吧 即是再跟他說也沒有意思 如果泛民主派這件事做不到的時候 我覺得是辜負了40萬人出來遊行 叫司法樂台 所以不僅要打屁股 是要不要跟他打火鍋 是嗎